自2011年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发生严重核泄露之后 全球多国多地区都将福岛及相关地区食品拉入了黑名单 在过去十年之中 为了恢复福岛食品形象与经济 日本花式推销福岛食品 全然不顾食品安全 近日日本还公然批准福岛一酒厂制造仅限出口的日本酒 即该厂所产酒不允许在日本境内售卖 只能出口到中国香港等地 综合国内媒体报道 日前日本共同社发表文章称 福岛县惠金丁的田岛税务署 已经于5月末批准该县米烧酒厂家 尼卡生产仅限出口用的日本酒 以在海外日本酒火热的情况下带动扩大出口 值得注意的是 该酒厂所产日本酒绝不允许在日本国内售卖 而是通过与商社合作向中国香港出口 据悉尼卡酒厂计划每年制造2000升日本酒 其以前食用当地大米所生产的米烧酒 也出口到了中国香港 以福岛大米等为原材料的酒水 必定会遭到安全质疑 日本政府允许这些酒出口到中国 却不允许在国内售卖 其真实目的是不是将中国人当成了福岛食品的小白熟呢 若日本有意证明福岛食品安全性 就应该先让本国民众接受 近几年来 日本政府为了恢复人们对福岛食品的信任 可谓是花样百出 例如日本前首相安倍亲自带头吃福岛烤鱼等 但是这些做法收效甚微 就连日本民众私下都排斥福岛产地食物 不过日本政府并没有死心 他们还企图利用东京奥运会 强迫世界接受福岛食品 此前日本东京奥委会公布了运动员村菜单 其中就包括福岛等受核泄漏影响地区的食材 尽管遭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质疑 但日本政府坚称 他们提供给运动员的食品将是健康无害的 不过这一说法很快就被福岛辐射鱼打脸 不久前福岛县黑油体内监测出了放射性物质 并被停止上市 日本急于推销福岛食品 帮助福岛重建 进而带动经济 但事实已经说明福岛产地食品还存在很大安全隐患 日本政府不能为了自己的利益 而不顾全球运动员的健康与安全 更不能将其他国家民众当作小白鼠 如今日本政府的做法正一步步突破道德底线 更令人气愤的是 日本政府不顾国内民众 周边国家以及国际社会的反对 直一决定将福岛核污水排放入海 这将进一步危害全球海洋生态环境和人类公共健康 日本良知究竟哪儿去了 如果他们不愿撤销错误决定 不愿停止那些刷新下线的行为 那未来不仅是福岛食品将遭到嫌弃 就连日本也会遭到人们唾弃